好,一样了,我们那个 正式学员 讲的是正式学员的话 有五位 记得要在讯息栏这边练习 然后我在 按照我知道的方式 去解说 好 我这边看不到名单 没关系,我们先上 待会慢进来的,我们再来说 我们这一期 比较多的那个练习的方法就是 各种句型的分析 就是去认识哪一种句型 然后 这个句型就是我们平常会说话的方式 就是平常说话就会用这些句型去讲 那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翻译 翻译要怎么翻 那翻译的话 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会照那个 我们各位所拿到的那个讲义里面去 去做这样的翻译方式 那这样的话会比较精准一点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开始上了 妈型的动词字根 所以待会一样 就是 有一个 PPT最下面 有那个各种 M型 M型 中最 OM型的 字根都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预备一下 好 那 M型 动词字根 那它是有授词的 有授词 有授词 就是说 比如说像 我讲M型 我们打人 M 对不对 打人的话 会有 会有东西被我打 那就是授词 那M型的也有 那有哪些呢 就在那个PPT的最下方 好 那我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 我们先讲这个主动型的 主动的巨型 好 我这里呢 是用Fanai Fanai就是知道 那它是M型的 所以 我们就要加前缀 Fanai在巨型里面使用的时候 所以 如果没有加前缀的话 我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 在句子里面去使用 比如说像第一句 Fanai Gita Dunnawawa Fanai Gita Dunnawawa 好 我不会说Fanai Gita Dunnawawa 这样 你用这样的方式讲话 连那个部落里面的老人家 他也听不懂 为什么 因为少了那个前缀 对 Mafana 好 那怎么去分辨 其实在我们讲义里面都有大概描述一下 好 Mafana Gita Dunnawawa Wawa 就是小孩 Gita 就是大家 大家 Gita 是包含你我 我现在跟你说话 我在跟你说话 Gita Gita 就包含你 就是我跟你 Gita 你 Gami Gami 我说Gami 的时候就只有我 我们而已 没有包含你 好 这个应该要理解 Mafana Gita Dunnawawa 就是大家都认识 这位小孩 大家认识这位小孩 这叫主动剧行 待会一样 我们练习的时候也是一样 参考上面三句 各造一句 也就是三句 好 好 那如果说我要强调呢 强调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位小孩 就是我现在跟你讲 你 Yakusa Suhare Naku Kisunan 我有话对你说 Gapana Gita Dunnawawa Hanaku Kisunari Gapana Gita Dunnawawa 就是说 我在跟你讲 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位小孩 这位小孩可能是个神童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大家一定要认识 大家一定要 Gap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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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动词 那要强调的话 主动的 大家都认识这位小孩 如果我跟你讲说 就是有点要强调 就是这件事一定要做 好 那如果是命令 我命令 就是你一定要认识这位小孩 命令 就是我在对你说的话 这样就可以 好 一定要 所以这个 我们要 要注意的是这一个 妈行动词的时候 我们在主动 在剧情里面使用的时候是 主动 动作就是认识 麻烦那 所以我们待会 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个换掉 动词也换掉 然后 后面这些单词也都可以换掉 好 那 我们先来练习看看 看看我们五位学员 可不可以理解 把这个字根换掉 反正这个换掉 然后后面的这些字也可以换掉 试试看 试试看 那我们前面这一期第二期要前面两堂 我们已经开始讲了这个 这个单元一跟单元二 这边已经讲前面两档讲过 这个还是需要回头复习一下 那会很容易忘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练习 应该 我跟从刚刚讲到现在应该都有声音吧 好 慢慢来 我可以等 但是呢 是希望我们的五位的学员可以多做练习 好 那个请我先来念你的例句 是 好 他喜欢这本书 他一定要喜欢这本书 高拉竞尼亚主拉 一定要喜欢这本书 好 谢谢 好 我们来看那个 无法的例句 他的字根是 是Masin的动词 这个动词他会有受持 因为喜欢 他会喜欢一个东西 所以他会一定会有一个受持 他的句子第一句 Masinra dunia dusas Dunia dusas 也可以Dunia 也可以念成Duna 就是有一些部落习惯上会讲Dunia 那就 各个部落群不一样 有的会把它分开Dunia 好这个是 主动的句型 那 我们在部落里面讲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他 我们要讲一句话 如果刚好有个动词他是Masin的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Masin的动词的方式去说话 讲一件事 那 我就可以跟任何人讲说 Masinra dunia dusas 他喜欢这本书 第二句呢 第二句呢 Gaura 所以这个直接把这个Mas 变成Ga Masin的 把它变成Ga 就变成 就是强调句 或是起始句 Gaura Sinra dunia dusas 他一定要喜欢这本书 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不会是被空气讲的 也不会是看书讲 一定有一个对象 因为他是强调句 所以那个对象一定是人 Gaura Jinra dunia dusas Dunia dusas 他一定要喜欢这本书 那如果是 我要命令你呢 Gaura dunia dusas Dunia dusas Dunia dusas Ga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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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那我们在等其他的学员 的练习 谢谢 他在这边是Erik 他在这边是Erik 他在这边是你 Mauci kisutu na owner 你讨厌这条舌 Gaauci kisutu na owner 你一定要讨厌这条蛇 一定要讨厌这条蛇 好 谢谢Alex 我们能够讨厌 Alex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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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蛇 那讨厌就是 我们的教育 他也是妈型的 我们的教育 那讨厌 那讨厌 按照 那讨厌 也可以 那讨厌 好,第二句就是 我对你说的话 强调 你一定要讨厌这条蛇 教育性技术 那这个 我现在再说一次 像我们的例句 我们的例句 因为我们是要做练习 练习的目的主要是要把这个 我们前面动词的变化 所代表的意义来做练习 那因为我用的这个字跟都一样吗 那因为像我举个例子 像 比如说这样这个 大家认识这位小孩没问题 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位小孩 这个也没问题 强调 那一定要认识这位小孩 我命令你 这个也没问题 那如果说像Alex这个句子 你讨厌这条蛇 没问题 没问题 其实我在描述你 你的这个状况 第二句 你一定要讨厌这条蛇 这个就会有处境 对不对 就是说因为连中文 中文都会讲这样的话 也蛮怪的 所以怎么会有人会说 你一定要讨厌这条蛇 难道说你很爱这条蛇 爱到不行 然后我就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讨厌这条蛇 这样子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他会有个处境 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处境的时候 会觉得这句怎么会怪的 这是Alex的那个第二句 所以我们去赋予他那个处境 他就会比较合理 那这个是我的意思 但是这句 没有问题 只是说我们乍看之下 很怪 那你怎么 怎么会跟人家讲说 你一定要讨厌这条蛇 他可能是太喜欢这条蛇 所以我要强调说 你一定要讨厌这条蛇 搞不惜一切 我们都讲 我们会 我们要自己去编造一个情境 让这个句子能够稍微 很容易让我们自己理解 让自己理解 否则的话 那你在练习这个句子的时候 自己会写得很心虚 这样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 好 第三句 高兴 这也是命令句 这个就跟 这个就跟那个第二句是一样的 我就命令你 高兴 你可能每天都在玩蛇 那我可能就命令你 高兴 就命令你要讨厌这条蛇 好 这一条蛇 真香味 嗨 星系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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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祥威的句子 这个其实就跟我的那个 例句是一样的 好 麻烦了 该应就是小姐了 那如果语气的话 这个语气还是要稍微强调一下 就是 否则话 就是说虽然你面对 可是可能人家会会错意 所以那个语气还是很重要 大家认识这位小姐 大家都认识这位小姐 Mafanakita tunakayin Mafanakita tunakayin 比如说我在讲一件事 Mafanakita tunakayin 大家都知道这位小姐 这个有点像什么 这个就有点像我在对很多人说话 就是描述一件事 也是可以当做好像在演讲 Mafanakita tunakayin 大家认识这位小姐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第二句 这个就要跟有一个对象 就是你要说话的那个人 Mafanakita tunakayin 然后那个语气就要变 Mafanakita tunakayin 大家认识这位小姐 Mafanakita tunakayin 强调第二句要强调的话 Mafanakita tunakayin 大家要认识这位小姐 一定要 所以那个 祥威你那边要改一下 就是说中文的翻译 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位小姐 因为他Mafanakita tunakayin 因为他Mafanakita tunakayin 因为他Mafanakita tunakayin 在意境上不一样 感觉上会不一样 Mafanakita tunakayin 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位小姐 好第三句 Mafanakita tunakayin 这个就命令句 其实 像这种起始句 我说一下 好像在部落里面起始句 如果要讲这句 比较不会像我举个 我来示范一下 Mafanakita tunakayin 你看我讲的这个词句 Mafanak tunakayin 其实会让人家会错语 就是会听不懂那个意思 你看我都念对 Mafanak tunakayin 因为我的语气不对 所以会让人家误 就是 他是什么意思 都有念对 那如果这样讲 Mafanak tunakayin 这样就很 这样的话人家会有压力 你看我念的 其实两句念的都一模一样 可是我的语气不一样 后面的对方就会有压力 因为是什么 因为我在命令他 Mafanak tunakayin Mafanak tunakayin 我刚刚第一句 Mafanak tunakayin 我用平一点 Mafanak tunakayin Mafanak tunakayin 我听不懂 这个 我也不知道 这个好感觉是 阿美族语的奥妙 所以其实阿美族语 可能任何一个语言都一样 就是如果没有那个语气 在阿美族的那个说话里面会 很难去表达 就是有时候会表达错 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上课第二期 我是希望我们的正式学员 甚至那个旁听的 你在旁边就模仿我的语气 绝对不会错 就模仿我的语气 然后 因为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第二期讲的是句型 句型就是我们要跟人说话的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翻译 对 那语气就很重要 语气就牵涉到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嘛 所以在配上翻译的话 我们就自己就能够理解 甚至于可以去帮助别人来理解 好 希望大家听得懂 那我们接下来请那个秀兰姐 念你的例句 老师我的优点怪怪的 那个Mahamak是不是赞美 可以讲赞美吗 老师 Mahamak可以讲赞美 如果赞美的话就要变巴 没有啊 Mahamak Gahamak 有啊 怎么会巴 Bahamak 如果我说你要用赞美的话 因为这个Mahamak是喜悦快乐高兴喜乐 那我用这样子翻译的话可以吗 你一定要赞美这位年轻人可以这样子吗 因为这个你这个就变成形容词了 Maha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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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 Mahamak 赞美 Mahamak Mahamak 在那个里面有啊 在你的那个里面有Mahamak啊 在那个Mahamak Mahamak Mahamak 那这一题就不对咯 如果我這樣取的话就不对咯 对像如果是形容词的话就变成 Mahamak Mahamak 像圣经 圣经讲的赞美是叫Bahamak 对Bahamak 圣经的赞美叫Bahamak 就是Bahamak 就是赞美上帝,赞美神 所以他是用Bahamak 对对对 那如果说 你这边 这边就 如果你用Mah 他就会,他那个Hamak就是 一定是形容词 Mahamak Mahamak 很快乐很高兴Mahamak 这样子 Mahamak 是吗可以这样子讲吗 不是不是 没有不对 Mahamak 是Mahamak 很高兴而已啊 后面就没有 就讲完了 他没有受词,不用受词 他讲的是妈妈很高兴的 他讲的是妈妈很高兴的 形容他的心情 对 是这样子啊 如果 如果你看哦 如果你要让这个Hamak 变成动词 他会变成Bahamak 对不对 如果赞美上帝就会变成Mi形的 Mih Bahamak 要用Mi 还要加Bah Mih Bahamak 不敢吧 一般赞美是那个 应该是下对上 所以 不要用感白 Mih Bahamak 都 Mih Bahamak 这样子 就赞美那个老人家这样子 所以他是Mi形 所以不过我们现在 你可能要换一个 他就没有Mah形哦 他这个就没有Mah形哦 Mah形的话 他这个就变成形容词啊 我们后面才会有形容词啊 我现在是用那个有缩词的 好 那我这个就变成缩词 我现在换一个哦 好 对对对 好 没有关系哦 那个秀阳姐 你慢慢来 那我们就 我就往下哦 还有吗 我看一下 Mih Bahamak Alex 香薇秀阳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学员 我一直忽略到他哎 我我问一下好 那个高新兰在吗 有来自高新兰 哇 没有上线 没有上线啊 好 我 好像我之前也都忽略他哎 好 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继续啊 他也没上线 改善 那我们现在啊 刚刚是主动的吗 我们现在换被动啊 一样也是用凡那好 就我就用这个凡那来做示范 刚刚是凡那 Mah形的要变被动的话 直接就在那个中间加一个嘎 哦 好吧那中 中再加一个Mahkafana 如果是咪形的话 直接就是 咪变妈嘛 那妈形的 就要在 全面加Mahkafana 哦 就变成被动 所以呃被动剧型就是 Mahkafana Numita 好 Mita是Numita 是大家 Mahkafana Numita Kunawawa 这个小孩 被大家所认识 被大家认识 Mahkafana Numita 那Numita也可以变成什么 Ita 对不对 Mahkafana Ita Kunawawa 所以这个 这个叫 这个是 鼠格 对不对 Nu 各位标记 Nu 鼠格 好 Mahkafana Numita 因为鼠格是使用在被动剧型里面 哦 跟刚刚这个 KiTa 不一样 这个是鼠格 Mahkafana KiTa 大家认识 那 呃 等一下 跑去哪了 好 这边 被动剧型的话 就要用鼠格 Numita 是大家的意思 Mahkafana Numita Kunaw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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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孩 被大家认识 好 那我来问一下 大家认识 这位小孩 跟这位小孩 被大家认识 这个 讲的是同样一件事啊 可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啊 只是说大家认识这位小孩是 讲的是比较 讲的是大家 重点是大家认识这位小孩 重点是大家 那如果我会这样讲呢 Mahkaf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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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孩被大家认识 其实 我如果这样说话的话 一般是我想要让这个小孩 变成焦点 就是这位小孩被大家认识 Mahkaf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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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还是什么 是我们做了这件事 我们都认识这位小孩 就是我们 其实在意境的焦点上 就是我们的意境焦点上 大家是 我所强调的 可是在这边 Mahkaf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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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小孩怎么就被大家认识 所以那个意境上会不同 可是讲的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让大家认识这位小孩 这样 好 第二句 也是一样 那 在那个Mahkafana 的这个 强调句里面 他直接用什么 还记得吗 之前我用那个Alarm 然后呢 在强调句里面就变成Alarm 对不对 那这边也是这样 Mah形的话 被动句型 Mahkafana 然后强调句里面 Kafana 好 所以保留这个Gah 刚刚我讲那个M形的是 Alarmahkafana 强调句呢 强调句呢 Alarm 对不对 可是在这个Mah形里面 他还保留这个Gah Kafana 一定要被 被怎么样 Kafana 被认识 一定要被认识 Kafana 我这边有标言是 一定就是Gah Kafana 没有 被呢 被呢 这个 这个 不能这样讲 我这颜色标准 好 Gahfana 就是一定要 被认识 被认识 Gahfana 一定要被大家认识 那 谁呢 Gunawawa 这位小孩一定要被大家认识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我在对你说 那就强调 这位小孩一定要被大家所认识 我先说一下 这个前面没有讲 为什么那个 Gahfana 我都要用大家 就是这个是包容性的 为什么都不要用我们 因为主要是要区分那个 有包含性跟排排排除性的 所以我就 当讲Gita的时候 或是Numita的时候 我都是用大家 那在东文里面其实 就是我们都有习惯用我们 对不对 可是在主语里面 因为有那种排他性的 所以我就用这个来区分了 只要有排除对方的 就是 Miyam Gahmi 那有包含的呢 就是 Gita Numita 还是大家 这样子 好 第三句 起始句 如果在起始句 也是一样 Gahfana'en 一定要被 Gahfana'en 这位小孩一定要被认识 Gahfana'en Gahfana'en 一定要被认识 Gahfana'en 所以这个Gahfana'en 就是有一定要被的意思 Gahfana'en 这个就是有一定要被 怎么样 一定要被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做主语翻译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记这个就好 一定要被 所以中间就插这个Marshing的动词 好 那我们一样 就是 我们那个已经 好 我们先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 好了 再来请 吴范 其实我还没读完 老师我还没读完 我们非读到 那我们先请 这个Ufaz Ufaz来念你的例子 这本书被他喜欢 Gahfana'en 这本书一定要被他喜欢 Gahfana'en 这本书一定要被喜欢 好 谢谢Ufaz 好 Ufaz的字干还是一样是Ufaz 刚刚好像也是用这个 好 那 Makak'u'ra'就是被喜欢 或者是被爱 Mak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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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ra' Sulha' 好 好 Makak'u'ra' Sulha' Sulha' Makak'u'ra' Ni'ra' Sulha' 这本书一定要被他喜欢 那这个是我对你说的 这本书一定要被他喜欢 那我就是给你强调 这本书一定要让他喜欢 一定要被他喜欢 那 我再讲一下刚刚所讲的 我们平常不会这样说话 所以自己去 自己去找那个情境去配合这个 这个句子 就会就会符合 只要有剧情就会符合 这本书一定要被喜欢 这本书一定要被喜欢 一定要被喜欢 或者是 如果是 啊 讨厌 搞心 对不对 刚刚那个谁 那个谁 Alex用 不信 对 好 我们就这样去 去那个 那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 这个强调句 有时候有一些句子 就有一些动词加进去 加了授词 可能会觉得很坏 好像我们平常不会这样说话 但是我们就是自己要配那个情境进去 去符合那个句子 如果我们这样用是没有错的 只是说在中文翻译的时候会很坏 但是如果有情境就会 可能就会 嗯 就会符合到那个 那个句子的时候想要表达的那个样子 好 其实都不会很难都很蛮简单的 其实都不会很难都蛮简单的 希望大家去多练习这样子 嗯 那刚刚像薛婉姐所提供的那个 Hmuk Hmuk 在我的那个字根表里面 我是放在这个 形容词里面 那 一般都讲说心情愉悦 很喜乐 愉悦愉快 Hmuk Hmuk 他是形容词 所以他比较不会有那个受词 那 如果要让他变成受词 就要让他变成动词嘛 那我 在我提供的那个方式是圣经里面的方式 他也是有使用这个Hmuk Hmuk Hmuk 他把这个全面加一个8 把Hmuk就是变成说 是给快乐 你看 我给一个人快乐 那不就是赞美吗 就Hmuk 这样 他就变成一个动词 Hmuk 所以 但是他这个就 就不能 比较不适合在我们这边练习 因为他是 他是构词 我们主要的是单纯词 Fanak 他是单纯词 他不是结合的 他不是结构出来的 那这个Hmuk 他是结构 他是构词 所以 比较不适合放在这边做练习 所以就不好意思 秀兰姐 让你再多想一个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先 我们先请那个 那个 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 Makakakatar Numita Tunawa Sinshi 这位老师被大家所讨厌 Makakatar Numita Kuna Sinshi 这位老师一定要被大家所讨厌 可以一直用讨厌 Makatar Makatar Kuna Sinshi 这位老师一定要被讨厌 好 谢谢秀兰姐 Makatar Makatar 好像大家会比较习惯翻成那个 生气 对不对 Mak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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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有讨厌的 男士阿美的 男士阿美的 是喔 那你们有毛戏这个字吗 有啊 有毛戏 那你们怎么翻 毛戏跟个对子 好像很闲 对这个东西很挑剔 很闲气 很闲气是不是 对 闲气的意思 那不就是 Makatar 我们在那边就讲的是 讨厌啊 什么的 那你们的 骂人生气呢 骂人 Makatar 就讨厌 嘿嘿嘿 就很讨厌 骂他就很讨厌的 可是我 我如果骂一个人 我骂我的小孩 我并不讨厌他呢 我要用哪一个字 我还是很爱他 可是我他做错事 我就是要骂他 要得备 对 我要用哪一个字 你们的话 我们啊 嘿 你们会用哪一个 咱不讨厌 讨厌 我们还是用Katar 这个话来讲 还是会用 可是我 我没有讨厌他啊 那我的小孩啊 我还是很爱他啊 但是我就是要骂他 你会用哪一个字 骂他啊 哎 我骂他的时候 会讲说 我很生气 Makataribakaku 这样子 生气啊 嗯 那如果说 那如果说 Makataribak 这位 嗯 那我就 这个 这个小孩 被我 被我 被我骂 你会怎么讲 被我骂 哎 这位小孩 被我骂 骂 骂 骂的话就是 怎么讲我们的 哦 哎 我死忘记呢 行行行 嗯 不是 Mak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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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也有那个意味在里面 Makatar OK 好 所以那个 嗯 雅群的那个 不同 习惯上也会不一样 嗯 好 那我们就来看那个秀兰姐的 哦 Mak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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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要变被动 就是 Mak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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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对 哎 Mak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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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 一定要被讨厌 一定要被骂 Mak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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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骂 用骂的 用骂的比较好讲 对啊 因为我骂一个人 我不见得讨厌他 他只是说 他只是说做错的事情 让我生气,我对这个小孩生气这样子 我骂他,可是我没有讨厌他 如果说你在这边翻译的话,这位老师被大家所骂是吗? 被大家责骂,被大家责骂 被骂,如果你要用讨厌的话最好 我觉得是用,因为我刚刚这样,我刚刚一直问你 这是要让你确定说 到底那个,你们的马克德 到底有没有讨厌的意思,其实好像没有 你只是在生气而已 生气的也会 对啊,但是没有讨厌,讨厌的话应该是 用马姓 对对对 是 好,那个 格德仁是一定要 一定要背 一定要背讨厌 一定要被责背这样子 就大家所讨厌 格德仁是一个人的心事 好,格德仁是一个人的心事 这位老师一定要被 被骂 或是被 被骂 被责背 格德仁 好,谢谢秀兰姐 那我们接下来请 Alice Numisu 或者是Yisu Mashi Numisu Gunauner Gunauner 这条蛇被你讨厌 那这条蛇 一定要被你讨厌 Gaoshi en Numisu Gunauner Gunauner 中间要格 Biu Gaoshi en Gunauner Gaoshi en Gunauner 这条蛇一定要被讨厌 Gaoshi en Gunauner 这条蛇一定要被讨厌 通常我们也没这么说 但是为了要 做句子练习 Gaoshi en Gunauner 好 好 我们接下来应该有四位都完了吗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 这个是Mashing 动词字根 有受词的 那 那我们现在用 以上用Mashing 那是形容词 形容词的话像刚刚那个秀兰姐 你那个 Mug就可以使用了 对不对 他是Mashing的 那没有Mug 这个就可以用了 好 那一样我们用主动的 主动的句型 Mashing的 Malaruk就是勤劳 好 勤劳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说我勤劳车子 车子是受词 不可能 所以他是没有 我们现在讲那个那个是没有受词的 好 所以Malaruk他是没有受词的 那 他是形容词 形容一个人的一个 状态 好 所以Malaruk就是很勤劳 他很勤劳 好 第三人称 Malaruk 不是Malaruk Giira 也可以 Giira Giira 跟Giira 是一样的 等于Giira 跟Giira 是一样的 那我要 我跟你说 我要强调这件事 我要强调这件事 他一定要Giira 他一定要很勤劳 他一定要勤劳 我等于就是说 跟你说 他 就是 你的员工 他一定要勤劳 Gi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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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ruk 主动的 Malaruk Giira Giira 好 其实句 Giira 其实讲这样的话 很简短 其实有时候会很 不能讲没有礼貌 就是说 已经有情绪 Giira Giira 一定要勤劳 这就有点在 在命令对方 Giira 其实你看我轻轻讲 Giira 就 如果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 其实我心情会有点 会有三字经 不是三字经 就是说 会 有点不爽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人在 有人在叫我做事 就是有人在骂我 命令我 命令我 Giira 一定要勤劳 所以他是 一个起始句 好 命令句就是起始句 好 那我们来练习这三句 形容词的字根 形容词的 在我的那个字根表里面 有好几个 蛮多的十几个 可以调一个 例行一下 刚刚的那个香薇的有念吗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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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念 那我们请祥薇来念你的例句 好 他只是把这个名词 把这个娃娃 变成形式而已 所以就跟那个PPT 这边是一样的 那在语气上 我来 我来帮那个 祥薇来念一下 这位老师要被大家认识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肯定句 肯定 一个很肯定的一个句子 所以他的 语气大概是这样讲 这位老师被大家认识 这位老师被大家认识 这样的讲说话语气 就好像有点像 就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那这是很肯定的一句话 那这个这样的语气 也有一点像在演讲 这位老师要被大家认识 很肯定的 那第二句呢 这个就强调句了 那第三句呢也是这样啊 就命令 那第三句呢也是这样啊 就命令 命令句 其实我刚刚讲这个语气啊 你看哦 我不要讲的那么 那么有情绪啊 其实这个还是命令句 在我自己的那个感受里面 就是在命令对方 做这件事嘛 就是这位老师一定要被认识 所以只要那个 我不会说耶就是 我想就是如果你是初学主语啊 就是还是模仿一下那个语气啊 那我会尽量把那个意境 把它描述出来 然后你们就模仿我的语气 这样子 我大概也只能这样讲啊 好 那我们就继续啊 继续啊 然后请乌伯来念你的例句 好 好 你很干净 你一定要干净 你一定要干净 一定要干净 好谢谢乌伯 像 我刚刚的那个 句子是没问题啊 那个整个句型 你很干净 可是刚刚我发的那个 就是如果我们再修改你的语气啊 你看你刚刚是说 你很干净 你看这个是问句的呢 你看 你看 你很干净吗 你很干净 你很干净 可以那个吗 可以分辨的出来吗 你很干净 这是肯定句 那如果 你很干净 哇你好干净 这是你很干净 也是你很干净的意思 但是 哇你好干净 这是特别强调 强调你特别干净这样子 所以那个 在一般的阿美族语里面 如果我们要变问句 就是那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 把它提高这样 提高 然后下来就可以了 不用不用一直这样往上 这样也不对 这样也不对 可能 如果是问句 我现在讲问句 其实不用 直接把最后一个字 拉上去再下来就好 这个就问句了 你很干净吗 你肚子饿吗 你肚子饿吗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看看那个 我发那个例句的上面 那个香味的那个 的第一句 你看我来念念看 再次肯定句 这位老师被大家认识 如果这样讲 你看我把最后一个字这样欣喜 这位老师被大家认识吗 变妈了 我只改一个字的音调 最后一个字的音调 这样欣喜 老师吗 就会变成这样 有信息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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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老师 有信息基数 你是老师吗 好 这是额外的 因为刚刚那个 我发 他把那个基数 那个上后面那边音调提高了 会变问句 那第二句也是一样 啊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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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这是肯定 那个 这是强调句 你一定要干净 好 个国家 个国家 一定要干净 这是起始句 但是这个起始句其实 嗯 怎么讲 尽量少用 对于对老人家来说 可能会比较敏感的 像像这样很简单的那个 如果是下对上 晚辈对长辈的话就是很没礼貌的一件事 尤其是晚辈对长辈说这样的话 其实蛮没礼貌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我我这样把那个 这个我们那个句子的那个意境 把它讲出来 然后让大家去 理解一下 就更多理解那个 阿美主义的这个奥妙 好 我们现在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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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多少 Malibaha Gamu,你們很喜悅 Galibaha Gamu,你們一定要喜悅 Galibaha,一定要喜悅 Alex,你再念一次 Malibaha Gamu,你們很喜悅 Galibaha Gamu,你們一定要喜悅 Galibaha,一定要喜悅 好,謝謝Alex Alex的那個語氣 跟剛剛那個發的一樣 就是你看 Malibaha,你剛剛說Malibaha Gamu 你剛剛是這樣念對不對 對啊 這是問句 你要念 Malibaha Gamu Galibaha Gamu 這個就啃進去 這是一個肯定的句子 你們很快樂 很喜樂 Malibaha Gamu Malibaha Gamu 就會變問自己 如果你這樣跟人家說話 人家一定會回答 Ai 他可能會回答你是的 Ai 或者是Malibaha Gamu 何嘗不適 何嘗不適 所以第二句也是一樣 Galibaha Gamu Galibaha Gamu Galibaha Gamu 你們一定要喜悅嗎 會變這樣子 Galibaha Gamu 你們一定要喜樂 Galibaha Gamu Galibaha Gamu 一定要喜喜樂 你看 像Alex這個例句 Galibaha Gamu 雖然說一定要喜悅 叫人家喜悅 是 也沒錯嘛 我們的那個 從理解上面 我叫你快樂也沒錯嘛 可是如果講Galibaha Gamu 可是如果講Galibaha Gamu 如果有人跟我講Galibaha Gamu 我可能會怼他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講話 因為那是一個命令句 這是很不悅耳 那 也就是說可能平背可以說 那晚輩對長輩盡量不要用起始句 因為他會有那個命令的 表示說你不高興嘛 那我就叫你Galibaha Gamu Galibaha Gamu 所以他是一個比較沒有那麼舒服的那種感覺 所以盡量在用的 因為我們是練習嘛 練習這個劇情 所以平背或者是對晚輩 可以用這個 70句 對長輩就小心用吧 好 好 那我們最後面 8點02分 這樣好了 我們先休息 我們待會再請秀蘭繼續 我們8點12分回來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那請那個 請那個 秀蘭姐姐 給他例句一次 好 我趕快唸 媽媽很高興 媽媽很高興 媽媽一定很高興 好 謝謝秀蘭姐 好 這個一樣 就是 是形容詞嘛 所以 他就沒有受詞 那 形容任何人 高興 是高興的 那就把那個主詞放在後面 那如果是我們 他就沒有那個 前面就沒有那個什麼 各位標記 因為他裡面 就是 顧阿顧對不對 就是 那個 他 這個裡面就一定有各位標記 那是合起來了 好 額外話 那第二句 如果變成強調句就是 媽媽變成 嘎媽 嘎媽媽 媽媽一定要高興 一定要高興 很高興 那如果是起始句呢 一定要高興 就是命令的 這個其實 因為我們剛也講蠻多的 所以其實應該是蠻好理解的 好 好 那我們就是 請說 老師 如果有加上 可以嗎 一定要高興 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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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 你看他是環罪 嘎 後面這樣 敢 敢 那可能就是 所喜歡的時刻 或者是地點 所以我們講說 敢 敢 敢 就是這個是我 最喜歡 我所喜歡的 最喜歡 應該是我們 敢 敢 敢 就是我所喜悅的那個地方 或者是時間 這樣子 那就要看你要表 你要表示的是什麼 敢 敢 就是 他有那個 就是 後面 後面 有AN 要按 那裡 要不然是地點 要嘛就是時間 在一個一段時間 沒有對象 沒有對象 沒有對象可以 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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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嗯 那你覺得 你的中文的意思是什麼 我先理解一下 你要表達的是什麼 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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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翻 這個 對你 變成成崇拜了 我很崇拜你囉 這樣子的話 不是高興 敢 敢 敢 完全不同 這個 我們在那個口語裡面 也會這樣講 嗯 那 在中文的意思就是說 我對你非常的高興 喜悅這樣子 對 這樣講 對 我們的意思 我們的中文意思 是要講這個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講 就是我對你很喜悅 可是如果說 因為這個被省略的啦 嗯 我們在家裡 就是被我們省略了很多 所以 因為 敢 敢 敢 要嘛 就是 我 一個地方 所喜歡的地方 或是所喜歡的時間 或者是人事物都可以啦 對啊 剛剛就是敢不敢的事物可以啊 對啊 嗯 但是 這個比較口語化 是 對對 但是如果對於那個初學的 他可能會 會無法理解 因為 他的那個什麼結構 不是很完整 因為他是起始祭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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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不是一個驚嘆號 不住起始祭 他就叫暗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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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感感感 感感感 是所喜歡的什麼什麼什麼這樣呢 嗯 怎樣 感感感感才會是起始句嘛 是的 感感 對 對 對 好 沒有關係啦 我沒有說錯喔 只是因為那是比較口語化的 那他的結構因為被我們省略了 所以如果說 給那個初學者去 你跟他講的話 他會無法判斷 我們過來一次一次這樣 他會無法判斷 可是像我們 我也是常常這樣講啊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們都把他省 我們都把他省略掉很多東西嘛 所以變成他的結構沒有那麼完整 是 嗨 嗨 好 那我們就往下 好 那這個 媽行動詞的這個 形容詞至根 因為沒有受詞 我不受詞 所以就沒有被動去形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往下走 像剛剛有那個對不對 像 有受詞的話 他就有被動去形 那我們就會變成 變媽嘎還有嘎什麼的 但是因為形容詞至根 沒有受詞的 那就沒有被動去形 好 所以我們就往下 最後變成這個 中罪了 OM型 那我們就趕快找 找這個 動詞至根 OM型的動詞至根 其實好像 沒有幾個 不多 好 我們來看看第一句 主動的句型 主動式的句型 那這個字根 改恩 我先講一下這個 它的字根是改恩 所以這個OM是中罪 好 那它要變成 改恩是吃的意思 吃是什麼 什麼 它是動詞 對不對 對 加OM 它還是動詞 就是意義不改變 那有一些會改變的 像 比如說 符定 符定是名詞對不對 加了米符定 它就變成補語 變成名詞 會變成動詞 那有一些是動詞 它還是要加 加前罪 或是中罪 它的意義還是不改變 它還是動詞 那這邊也是一樣 加恩 它就吃 那 這個加恩 有時候它也是 它也是 它可以變成 不是變成 它有時候是名詞 它有時候也是可以變成動詞 比如說 我們會講 加恩 就是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什麼 胃口 很好 那胃口就是名詞 這個就變成 就不是動詞 好 這是額外一說 額外先講 好 那加中罪 就變成主動動詞 好 這個有受詞 這個就是 受詞 好 那 它 是主事者 請 就是吃 那個受詞的那個 主事焦點 額外 他吃肉 或者是 他在吃肉 這樣子 額外 額外 好 那 如果變成強調 也是一樣 這個 我們一直以來練習的那個句子就是這三個 主動的句型 強調的 起始的 那 中罪要用什麼方式呢 強調 一樣 就是 保留 然後 前面加一個 嘎 變成 他一定要吃肉 再加一個 嘎 主語加一個前綴嘎 然後中文就要變成 加這個一定要 這樣子 好 好 好 我們 我們再來 我想到 我想到什麼去講 你看我們要比較一下這個主動句型 跟這個強調句 我剛剛有講 這個肯定句 那我再描述一件事 其實我不一定是對人說 我不一定是對你說 我可能是對大家說 就是我再說一件事 這樣 那這個第二句強調句呢 會有個對象 就是我現在在跟你說話 我們就是面對面 我在跟你講 強調這件事 他一定要吃肉 因為他太瘦了 我再跟你講 就是他一定要吃肉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太瘦了 所以我要強調 所以有個對象 跟第一句在主動句型 這個我不一定有對象 可能對象就是 很多人這樣子 不確定的對象 我只是在說一件事 我只在說一件事 這個也可以我對你說 我也可以對你說 所以他的這個 這個 range會比較大 那強調句呢 range就很窄 就是我在跟你說話 這樣子 好 第三個70句 這個就一樣 就是命令句 我命令你 加一個 所以這個 五馬恩都保留下來 O恩這個都有保留的 好 那 嗯 好 我們現在看那個 剛剛祥威的 因為 祥威的是這個 好 好 好 我們請祥威來念你的例句 老師真的要念嗎 我都覺得不好意思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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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好意思 不會 是 一定要肥 好 謝謝祥威 好 那個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形容詞 对不对 那他是没有受持的 就是他在形容一个人的体态 很肥这样子 那 你提醒我是要加度 没有没有受持 就没有度 有受持才会有受格 一般那个度我们都会常常使用在受格 就是度什么 就是他那个后面的就是受持 可是这边不是啊 这边没有受持啊 这个就是佛母或者是阿姨之类的 很肥嘛 所以像那个 因为海岸的 海岸的 目前了我以后怎么样我不敢讲 目前来说是没有那个 这个 这个眉毛 海岸目前没有 可是在写法上 在写法上 好像是 就是SOS而已 因为如果从念法的话 MASU SU 这个应该是那个 秀不软的 因为他们有那个 他们念法也会 MASU SU MASU SU 这样 海岸的话 MASU SU MASU SU 那有的会念 有的会把它加一个喉色音 就是中间SO 一点 那时候那 他会把它 就是很 口音弄得很重 这样我们 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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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是看讲义里面有个喉嚷 所以我就把它加上去了 没关系 因为像那个蔡宗涵的 也是有加那个喉嚷 没有关系 对 好 那第二句 GASU SU 这个是 强调嘛 强调就是 我在跟你讲 GASU SU SU GASU SU 伯母一定要肥 所以 我们就会 这个 我们 我们已经不会这样说话 这个就很没礼貌 GASU SU SU 但是这个 就是你自己去加那个情定 就是你把它符合那个剧情就好了 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那么没有礼貌 那可能有一个原因在 那如果说我们只是看这一句 就会觉得这一句很不合理 对不对 所以自己加那个情定 我们的目的主要是说去练习这个 这个动词的这个变化 主动剧情的时候怎么用 强调剧的时候怎么用 其实剧的时候怎么用 伯母一定要肥 所以 这个 好像没有人会这样说话 但是就是说 因为有个情境 所以以至于 有人会说的这一句 这样 那你 什么剧情呢 什么意境呢 你自己去掰 好 第三句 GASU SU 一定要肥 我刚刚是不是该改那个 改那个猪啊 把肥才对 没有关系啊 要不然你要多加那个把肥啊 对不对 好 也可以啦 你对那个猪说 GASU SU 那种猪也听不懂嘛 所以这个还是要有那个情境啊 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说错啊 没有说错是对的 只是说 要有那个情境 你才会融入那个 你自己所写的那个 这三句里面 第一句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形容一个人而已 我们说SU SU GASU 没问题 主要是二三句这个 单独看的话 我们会觉得不合理 可是我们就是因为为了要练习 所以你自己去加那个情境 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这个 因为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有那个情境 我们才会明白说 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那以后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只要遇到类似相同的情境 你才会知道怎么去用 其实我的目的是这样 其实我的目的是这样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 刚刚这个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那个例句 写好想好了没 好 我看一下 是 是无法的 来 我想一下 这个Gumimit Gumimit中罪吗 我发现你是不是看到那个 Gumimit那个字 对 Gumimit Gumimit是什么 看一下 确认一下 好 好 好 OK Gum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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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gkap Gumimit 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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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mimit Gisu Dang Dang 主歌是你捏他的耳朵 对不对 所以那个 就是受持了 他的耳朵就是受持 好 第二句 所以这个一样就是中罪的这个字 就是一直保留保留下来 那前面强调句的时候 其实句的时候就加个就好了 你一定要捏他的耳朵 一定要捏他的耳朵 就这样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困难 只是熟练使用而已 那这个我们在念句子的时候 尽量有画面 尽量产生画面 不要只是在那个文字里面去看 就是在念的时候 就是把画面想出来 可能会对自己 对自己在学阿美语的时候 会比较有帮助 你一定要捏他的耳朵 你一定要捏他的耳朵 一定要捏他的耳朵 好 好 谢谢秀兰 所以秀兰姐的这三句的字跟就是RAGAP RAGAP就是走路 那这个走路是动词 那这个跟刚刚我所讲的那个也是一样 像那个 我刚刚讲什么 我忘了 我忘了 这个RAGAP可以是动词 有时候也可以是名词 还有像那个乞丐 我刚刚是用什么 应该是跑 跑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也可以变成名词 就是跑的姿势 就跑姿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说 我跟爸走这件事 他的那个跑姿很漂亮 我跟爸走这件事 不是讲他的那个 不是讲他的那个 他在做这件事 不是 而是说他的那个考的姿势 是名词 不是讲他在跑的那个动作 不是不是都一样 就是说 不是在讲说他正在跑 所以那个乞丐就变成名词了 马哈恩都 伊丁尼亚拉加迪是一样 也可以变成名词 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像那个感恩也是 他的胃口 从主要来感恩就是他的那个胃口很好 所以我们阿美主义 会有这样的那个表现的方式 明明是动词 可是会把它变成一个名词这样子 那这个 拉加迪也是一样的字根叫拉加迪 加迪就路马加迪 就变成主动动词 好路马加迪是多达马 你走路 达马 达马 不好意思达马 回家 那后面也是一样 卡迪马加迪是多达马 好你一定要走路回家 第三句呢也这样 Karuma Kat Taruma Karuma Kat Taruma 不搭公车 走路回家这样子 我想一下 我刚刚没有注意到 我刚刚是不是没有讲到 那个 我们刚刚讲要有受持的 因为那个 这个Karuma Kat Taruma 他没有受持 我刚刚没有讲到 没有特别讲这个 感恩的话有 感恩吃 某个东西 所以他的受持 可是在这边 Karuma Kat Taruma 是没有受持的 对不对 Karuma Kat Taruma 但是 Yarakat 它是动词 可是 怎么讲 它没有受持 Karuma Kat Taruma 一样啊 跟那个一样 那你可以加那个 我们可能改一下 Karuma Kat Taruma 那这样有受持 Karuma Kat Taruma 就这样子 还就是那个 Karuma Kat Taruma 就是 Karuma Kat Taruma 你说就是 那个路是你走的 没有 它就有受持 Karuma Kat Taru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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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Karuma Kat Taruma 这个 这个像第二句 Karuma Kat Taruma 就是 这个好像就是 加个底数好了 你一定要 走在路上 Karuma Kat Taruma 意思就是说 你走路不要乱走 Karuma Kat Taruma 就是说 一定要走在路上 不然会很危险的意思 好 好 因为你你刚刚走路回家 这个就 Dararuma 这个就 Dararuma 走路回家 我不搭公车 我走路回家 对 但是他 我这边要 这个是可以的 但我这边讲说 要有受持的 对对对 你说那个 第三句 那个起始祭 都一样 这三句 就是 都要加拉乱 还加拉乱 这样子 他就会有受持嘛 走 走那个路 有没有 对 吃那个肉 走那个路 没有 他是受持嘛 亚拉乱就是受持 好 Daruma 走在路上 對,你再走路 你走路上 你走在路上 走在路上 你走在路上 走在路上 你一定要走在路上 走在路上 那 一定要走在路上 一定要走路 一定要走在路上 要走在路上 就是我对你讲 就是命令你 你可能常常 可能骑到那个田庚里面去 所以我就跟你讲 靠命令你 这个又有点像叫你小心的意思 哦 对对 对对对 好 好 那我们去请那个Alex 请Alex 嗨 好 谢谢Alex 这Alex的字根是Delet 是不是 Delet 是Delet Delet Delet 好 这个也是字根 我们来看那个Alex的那个句子 他的那个最后一个字 它翻译成杀虫系 那个 Warak Warak 是那个 Marak 就是中毒的意思 那 Sabiwarak 就是用来 用来中毒的东西 Sabiwarak 所以 引申为叫做杀虫剂 或者是 农药 消毒 还消毒 反正这是 他有毒性的都可以去讲 像那个 阿美族会有那个 以前啊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 以前会有那个 去河边毒鱼的 有 用那个毒鱼藤 Sabiwarak 他上面讲说 Marak Delet 用泰斯 用Warak 这个字 他其实有去 读语的意思 因为他是用那个Sabiwarak 用读语藤 去读那个语 就是用那个Marak Marak Marak 就是用这个字 Delet 中罪 那如果也是一样 如果是要强调呢 Delet 所以这个语气是这样子 我来念一下 因为那个 Alex 他的那个语气 听 我来说说看 D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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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喷沙虫剧 你喷沙虫剧 你要 不是你在 也可以 你在喷沙虫剧 Delet Delet 你一定要喷沙虫剧 我跟你讲 Delet 你看 D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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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句 Delet 你看 D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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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稍微提高一点 就会强调了 就会有强调的语气 一定要喷沙虫巾 可以提高或者说用平一点的 提高一点的也可以 那千万不要后面不要拉高 拉高就会变问句 变问句的 要平平的就好了 或者是把前面那个字 第一个是把他拉高 拉高在下 这样 我听懂了 好 我们请香薇 谢谢 我们喝水 我们一定要喝水 一定要喝水 你张念会不会很奇怪 还是一句原住民的鬼 没关系 因为我们做一下修正 其实这一句像祥威的这些三句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稍微修正一下 就是可能我们以前是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们有一点点 也不能说讲错 因为那个讲久了就变对了 那确实以前 在我们部落也是会这样 这样就是喝水 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被人家讨倒 那个久了不是吃吗 是不是 然后你说对啊 那为什么喝水现在说久了 你就会讲不出来 是不是 那我们喝水呢 其实可能就不要用这个中醉的 如果你看 我用那个香味的这个例子 如果我们说我们在喝水 我不会用中醉了 我现在就不会用中醉了 我直接用 我用咪的 我们在喝水 我就不会用中醉了 那吃肉呢 我们在吃肉 就用中醉了 感恩 所以那个 这个其实 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以前我们都这样讲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讲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讲 咪的咪的咪的咪 喝水 可是后来发现 这样讲我自己会被人家问答 因为答案是吃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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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 为什么不要用那咪 因为 加钱罪就是喝水 那咪的咪就是喝水 为什么不用 一定要用咪 不晓得 不晓得 为什么以前的人会这样说呢 不知道 看看哪一天再请老人来解说一下 所以那个祥薇 所以我的建议是 我们就 把那个水换掉 这是要有形的 不要无形的 这是要有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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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所以 那这个因为那个 祥薇的自根 是跟我那个PPT的一样 所以我们就不解说 都一样的意思 那 只要记得了 因为 可能有一些部落 会有 会有习惯 会有这样的习惯 像我以前 我们部落也是会有这样的习惯 但是 我觉得 可能是有某一些使用错误 那我觉得如果说 有争议的话 那我就不要讲 有争议的东西 我就不要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说 你看哦 你看哦 像 我妈妈 我年轻的时候 我妈妈常常跟我讲一句话 那个PPT 他就用PPT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会讲说 都不会讲 他用PPT 我妈妈 又在喝酒 你看都用PPT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有人可以解说吗 为什么是用PPT 那 但是我 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把它改过来 这是 这是免得造成自己的麻烦 我只能先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换一个方式 就是 用拿弄就好 因为拿弄是喝的意思 拿弄都败 我宁愿用这样的方式去讲 那 如果有人觉得反对 那 没有关系吧 就是我们就 我是这样建议的 好 我们再请秀恩姐你的例句 这个是你修正的吗 对 我修正的 哦 那 老师你刚刚讲的那个拿弄啊 可以讲说 拿弄都拿弄吗 可以这样讲 拿弄不拿弄 拿弄 拿弄都拿弄 这样子 其实因为那个拿弄 它本身是水嘛 那拿弄是 喝水 喝的意思 要喝这个水 你秘密那个人说要喝这个水 拿弄不拿弄 如果要指定的话就要 拿弄不拿弄 就是拿弄不拿弄 那就可以了 一样都是拿弄 对 拿弄不拿弄 拿弄不拿弄 就是那个 跟我们 那个水精要喝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 嗯 好像是上一 上一礼拜 你醒的 嗯 你拿弄 拿弄不拿弄 有没有 嗯 这个是上礼拜讲的 拿弄不拿弄 那就要了 拿弄不拿弄 这样 把那个酒喝掉 拿弄不拿弄 很快你讲说 拿弄不拿弄 感恩 对啊 所以为什么会用感恩 对不对 我 我 我 有两种 两种可能 要嘛就是用错 要嘛就是 以前的 伴 是用吃的 因为有那个嘛 一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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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不是只有喝 他有吃的那个动作 所以可能就变成这样子 我的自己的推论了 如果不是这个推论的话 那就是用错了 就这样 嗯 哎 那 那但是我不讲那个绝对的答案 这个绝对的答案给那个专家去去做决定 好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 好 嗯 刚刚是有受持的 动词之根 好 现在是刚刚是主动的 我们现在用被动的 好 我看还有多少 好 没关系 我们用被动的 可能就只能弄到 这 这个例句了 好 那个 不对 别忘了 好那一样我们是 中罪的动词的自根 那是被动 被动的 刚刚是主动的 对不对 主动的话就是 加周罪 加按 滚滚滚 加滚滚 那现在用被动呢 就变成 加按自根前面加妈 就变被动了 好 那什么 哪一种 是 哪一种 呃 自根也是从 用妈 就 咪行 咪变被动的话 直接变妈 那中罪的话 他是把那个 一样 他是变成 把那个中罪拿掉 然后前面加妈 马卡恩就变被吃 马卡恩拧拉肚滴滴 我现在边讲 大家就是边准备那个例句 我们应该还有五分钟 我讲快一点 马卡恩拧拉肚滴滴 肉被他吃 好 那强调的语气呢 一样啊 就是那个字跟 卡恩 卡恩 后面叫一恩 强调句跟其实句都一样 卡恩恩 卡恩恩 像那个 咪行的 quiö次句 终于嘞 肉 虑 他们的拉肚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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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一定要被他吃 一定要被 Ga nnen 一定要被吃 Ga nnen就是一定要被吃 一定要被他吃 Ga nnen nng ra gu mán gu tít tít 保用Gu Ga nnen nng ra gu tít tít 肉一定要被他吃 这是强调 起始句 Ga nnen gu tít tít 一定要吃肉 肉一定要被吃 Ga nnen gu tít tít 肉一定要被吃 好 那 好刚好 那我们 我们来看那个 祥威的例句 Ga nnen gu tít tít 好这个是主动的 我们吃肉 我们在吃肉 Ga nnen 那强调句呢 Ga nnen gu tít tít 保留 那前面加前罪 Ga nnen gu tít tít 我们一定要吃肉 Ga nnen gu tít tít 好 那 一定要吃肉 Ga nnen gu tít tít 一定要吃肉 Ga nnen gu tít tít 一定要吃肉 我们在 对照这个 被动 肉一定要被吃 Ga nnen gu tít tít 跟那个 Ga nnen gu tít tít 也没有一样 其实在那个 表达的目的上是一样 可是那个 那个什么 所强调的那个重点 不太一样 重点 重点 像那个 Ga nnen gu tít tít 就是说 我命令你 一定要吃肉 这个 你一定要吃肉 那 Ga nnen gu tít tít 是什么 我强调这个肉 肉一定要被吃 虽然结果都一样 但是那个 这个什么 意境不太一样 好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练习这个 好我们请 Innovation 和益 好 谢谢 吾发的 诸刚才一样 这是 Ga nnen gu tít tít 捏柔 的意识 那被动 主动的话就是什么 那被动呢 就是那个前面 就是没有中罪了 然后前面讲吗 就变被捏了 被动 一样是属格 就是属格 是使用在被动剧情里面 什么是什么东西 前面就是强调剧 其实剧也是一样 PPT不见了 有看到吗 那个PPT 怎么突然 没有 没有看到 好 刚讲到哪 那个 就是 就是 要被捏一定要被怎么样 那就是一定要被捏 好 反正就是 强调剧或者是起始剧 一样就是把这个中罪的自根 把中罪拿掉 然后前面 后面加一人后罪 这样 他的耳朵一定要被你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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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就先这样吧 那个刚好我发誓最后一个 那其他人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也到了 那 我们今天 我们就讲到这个 就是中罪的动词 有受持这个地方 那 时间到了 所以我就谢谢 各位族人的支持跟努力 去学习我们阿美族裔的智慧 晚上平安